美国国务院亚太副住秦华自强最近表示说 要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联合国 拜登还两度脱口说他要协助防卫台湾 连澳洲的防长都说大陆如果无力反台 那澳洲要跟着美国同进退 蔡政府马上说你看美台多友好 可是前美国国安副顾问博明却说 拜登的讲话可不是正式的政策声明 而是对大陆来传递某些讯息 想让北京知道不可以低估美国 立文那博明这样的说法不就证实了说 其实台湾就只是美国向大陆表态的棋子而已吗 就好像就是说台湾就是的确是筹码 胡萝卜跟棒子 一方面去跟这个习近平示好说 我们两个来高峰会 然后中美贸易怎么样开始谈判 那另外呢怕习近平不就范不配合 那怎么办呢 那可能就是说 那这个我们就是有台湾牌可以打 如果呢习近平不对美国释出善意的话呢 我就对台湾释出善意 好 美国是稳赚不配 看来他都没有拿台湾 拿美国的东西当筹码 拿台湾当筹码 那如果呢他跟中国要的 换到他要的东西之后 台湾就放弃掉了 所以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好自为之 我们来看一下美奥把台湾推向对抗的前线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亲 也不是太大的官 花自强 他说要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加入美国的行列 干嘛呢 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怎么参加呢 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联合国 哇好像是一个非常破天荒的谈话呀 居然鼓励要让我们台湾 用观察员的身份去参与联合国 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啊 到底有没有办法呢 因为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到了联合国之后呢 就要拿放大镜去找一下 美国在哪里啊 怎么不见了 其实与其去用参与联合国 大家都知道可能性极低嘛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就是常务理事国 有否决权的啊 再加上大部分的国家 因为联合国是多数决嘛 大部分国家恐怕都是 已经是中共的好朋友了 所以呢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话大饼口惠实不至呢 但是我们的发言人马上打折水棍上说 你看美国这么肯定台湾 是我们意后复苏不可或缺的伙伴啊 我们印象跟美国关系很友好啦 这几十年来都如此啦 也不需要在这时候再强调 要强调一次也没有关系啦 但是呢 联合国真的是美国一国 说了算吗 就刚刚所说的好 但是澳洲的国防部长杜登也出来 他也出来暂瞎了 就是说呢 如果大陆武力犯台的话呢 澳洲将跟美国同进退 因为之前拜登不是说 他要协防台湾吗 要保护台湾吗 澳洲说我们也会来保护台湾 可是呢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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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澳洲只有2500万人口 跟我们台湾人口差不多 所以呢我们要务实 要确保跟最好盟友的关系 就是呢 要确保跟美国的关系 不是台湾 但是呢 澳洲不可能单独面对 中国这样的强权 所以如果你美国要在前面 打中国的话 我们会跟在后面 帮忙加油啦啦队 但是呢 我们不可能跑到前面的 跟美国先把话说清楚 讲明白啊 好 那么呢 拜登就说了 因为他两度脱口 说要防卫台湾 那这其实 也不是新的 之前呢 这个台湾关系法 都有说要防卫台湾 只是这个时候 高调的讲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前美国国安顾问就说 拜登这个谈话 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策的宣誓 而是向大陆传递讯息 让北京知道 你不要忘记 我还有台湾牌 如果呢 你不让美国有甜头吃的话 我就让你大陆呢 在台湾上面呢 让你没面子 那但是问题是 美国也不可能 挑起两岸的战火 所以呢 打这个口水战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呢 不过另一方面 也传出来一个消息说 大陆呢 持续的在施压梵蒂冈 因为呢 这个消息已经传了很多年了 就是中泛是不是会建交 那我们在欧洲 唯一的一个邦交国 梵蒂冈会不会很危险呢 那大陆就说 台犯要先断交 中泛才能够建交 一向都是如此啦 都是跟我们断交了以后 才去跟中国大陆建交嘛 那意大利的晚报呢 就讲到说 教宗方济各位 台湾问题已经承受 非常大的压力 大陆要求台犯要断交 再谈中泛建交 教廷也坚持要在 北京先设大使馆之后再谈啦 所以两边呢 在这里僵持不下 教廷首次将三番光星 明确的联系了起来 可见的确面临很大的压力 不过我们来看到呢 刚刚不再讲说 美国呢 要支持我们来参加联合国吗 其实还不如先跟台湾建交好了 复交好了 我觉得美国应该先跟中华民国复交 因为美国自己就可以决定啊 他要不要承认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复交嘛 呼应小英的四个坚持啊 那与其你去说 我们欢迎台湾来参加联合国 可是你在联合国里头又不给力 那讲的不是白讲吗 不如先跟中华民国复交 证明美国跟台湾的情谊 对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正在施加压力 要求教廷要跟台湾 要跟中华民国断交啊 好 蓝营就炮红这个时间点啊 很可能和蔡总统国庆发表两国论 以及最近外交部长吴钊燮 高调访问欧洲有关 外面披露大陆正施压要求 教廷跟台湾断交来换取中华建交 让台湾邦交再亮红灯 愿意再次的强调 台湾跟范蒂冈的邦誼友好 各项的沟通管道畅通 外交部强调范蒂冈跟台湾很友好 但看看蔡政府上台后 中华民国从2016年移入到2019年 邦交雪崩是掉了七国 如今剩15个邦交国 关键的范蒂冈 还是我国在欧洲目前仅剩唯一邦交国 但为何是这时间点再传大陆 施压范蒂冈跟台湾断交 蓝军炮轰刚好就在蔡英文国庆 抛出两国论后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 此时此刻仍还高调访问欧洲 所以中华民国在西方唯一 邦交国叫停备受压力 难道我国外交关系 真的是史上最为急 主动进攻型的外交 一直不断的挑戏对岸 那你一直在挑戏对岸 难道对岸就一定要忍耐吗 当双方开始变成一个 对抗斗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 未来外交上不只是范蒂冈 我们剩下的请的邦交国 出现断交甚至其他的状况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台湾的外交处境相当特别 过去的外交部长访问非邦交国 绝对不会高调公开说出来 但吴钊写这次是高调的去访问欧洲 那么现在大陆就传出是 借着范蒂冈来释放了 外交危机的警讯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蔡政府会不会得不偿失 先这样讲 范蒂冈想跟中国大陆建交 已经很多年了 那中国大陆一直都开的条件 跟现在一样 就先跟台湾断交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所谓爱国会 就是爱国教会的问题 因为这个对于神职人员的认命 特别是主教的认命 权力在哪里 因为中国大陆 你看到1982年 他的宪法修改以后就是写 说这个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 这个不要 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所以他们对宗教是非常敏感的 他认为这些天主教徒 看起来就是很团结 不像信仰佛教好像比较 你知道悠闲一点这样 所以他觉得他们在聚会 所以你看大陆前几年就要拆那一教堂 所以他都害怕 那么说我们这些天主教徒 如果这个梵蒂冈可以直接派大使进来 然后任命主教的话 那这些教徒都会听教皇的 不会听这个中共这个中央的 所以他恐惧在这里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老的问题 而且如果那么容易解决 早就解决了嘛 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尤其说要跟台湾断交这件事情 在此时此刻 当美国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在外交上 要拿台湾问题 做个议题在打击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觉得教皇说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他不会随便就跟 跟答应这个中共的要求 跟台湾断交 他非常想跟中国大陆建交 有其中个原因 因为在西方国家 天主教的势力是衰为重的 教徒的信仰是在减少的 这个教徒减少 中国大陆是个14亿人口的地方 他想我 现在就有一些基本的教徒在那里 未来这个是一个潜在很大的一个市场 可以去让更多人兴添主教 他是这样在想的 有点弥补的作用的 价值的这样的存在 可是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出来 因为中国大陆想在外交上 他觉得他受到 他是退守的 美国步步禁闭 他想要有手 创造一个一种成就 一个新的胜利 如果梵蒂冈可以跟台湾断交 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就是外交上的胜利 所以我想最近问题在出来 原因在这里 可是我觉得不容易 这事情不容易实现 至于前面外交部说 我们跟教廷的关系都融洽 你融洽什么 梵蒂冈多久没有派大使来 都临时代办在这里 如果融洽他怎么会这样呢 梵蒂冈有他的盘算 他就是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可以谈 所以跟台湾跟中华民国关系 不能往上升 就是代办 就这个样子 你去问台北很多人都不知道 梵蒂冈的新的办公室在哪 在和平东路二段 已经没有在 已经不是在那个爱国东路那里了 所以说其实说实在话 确实国际政治是非常复杂的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 看起来好像接种新冠疫苗的数字 正在提升当中 可是边境的防守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中是不是还是有破口存在呢 因为机师现在还是5加9 可是居检期间却可以派飞 那么最近又传出了不幸的消息了 这个是一个国籍航空的外籍机师 他竟然在最近传出了过劳猝死 为什么 你看他的颁表 9月上旬他连飞了三个洛杉矶的航班 等于是在驾驶舱 在防疫旅馆 整整待了16天的时间 9月30号到10月3号 他又被派飞洛杉矶了 回来之后居检才一天 不要讲什么5加9 他是居检的第一天 才过了一天 10月5号到10月7号 他又飞洛杉矶了 好 结果10月初连续派飞了两次 超过20天都没有办法 正常外出的情况之下 结果竟然他就过劳猝死了 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 好 但是为什么居检期间可以派飞呢 而且他们的要求这么卑为止 希望居检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 不要派飞而不可得 好 居检派飞有什么样的危机呢 先前首例出现莫德纳突破性感染的女机师 就是在自主健康管理 还不是居检哦 她是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被派飞到新加坡 结果染疫回到台湾 但是呢 现在这个问题 却还是不断地没有被做任何的这个改善 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 结果呢 现在农历春节快要到了 结果呢 这个被问到说 那我们的台商想回台湾怎么办呢 这个检疫旅馆不够用啊 指挥中心就说了 你自己先负责定好旅馆再回来 因为你非得要老老实实 待在检疫旅馆满14天才可以放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两套保准呢 我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的防疫说真的 陈时中就是百烂中了 每件事情都是百烂中 你这句话你不觉得 就是非常陈时中的口问啊 就说我们防疫旅馆就不够嘛 你现在尤其春节返江的能量这么的大 我们防疫旅馆就不够嘛 然后他跟你两手一摊就说 我不管啊 反正你回来 你就是要去那个检疫旅馆啊 做14天啊 那你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防疫能量 那个旅馆不够 能量不够 那不是政府应该帮忙 人民去解决的问题 那你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们家的事情啊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然后就是 那你春节不要回来嘛 意思是这样子嘛 所以现在政府基本上把每件事情啊 你你其实 你应该的说法应该是说 我会努力的啊 不管是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努力去协调 尽量能够让所谓防疫旅馆增加嘛 但是只有这件事情摆烂中吗 你刚刚看我们这个 那个国航的那个外籍机师 过劳猝死 一样啊 防疫规定在那个地方 他居家检疫期间 你呢 你为什么不让他好好休息 那你不要讲说 第一个你实际上让他过劳 第二个 事实上你违反防疫规定嘛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现在台湾 最重要的一个防疫的防线 就是边境 那你开一个边境的风险 然后又让这个机师 承担过度的劳累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想请问那指挥中心 你到底这个责任在哪里 每件事啊 那之前还报书 像高端现在打不完 高端打不完 拜托高端打不完 是惊讶的事情吗 对不对 师承也好 我们预防委员也好 立文也好 我们谁没有早就跟你讲过了 五百万剂 不要闹了 对不对 你那时候虽然你们是 盘算很好 让所有疫苗进不来 就五百 你没得选招打高端 问题现在来疫苗 其他疫苗都进来了 你加薪比薪嘛 谁 你先比较起来 一个是有国际认证的三款疫苗 一个没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人都是习命的啊 相信我们伟大政府 大内省人就是有限啊 结果呢 现在开打几百人几百人 你现在跟我讲你打不完 那干嘛 就是你从头到尾你摆烂 你也不听大家的劝告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防疫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指挥官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真的 每次台湾很多东西 我常在讲 我们现在台湾的防疫 其实最大的工程是谁 都是地方政府啦 你每次防疫出现破口 然后我们的疫苗打不够 然后防护力不够 到最后清零 正在前线厮杀作战的 就是地方政府啦 杀的血流成河 然后经济的民众 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然后才勉强把疫情堵住 可是我们指挥中心 真功伟过一流 但是真的要去做事就摆烂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一个防疫的真相 对 那么事实上 现在疫情确实是稍微趋缓了 可是我们的这些防疫的官员们 是不是都是时间管理大师呢 卫福部衣服会执行长王碧胜 屡次临危寿命 坐镇指挥重大的染疫区 被外界称为是抗疫的英雄 不料他传出了波伦链 被周刊踢爆 疑似是和一名小他 15岁的护理师外遇多年 而且啊 这个周刊跟拍的时候 发现他竟然是趁着 防疫记者会的时候 在他的红粉知己家中 男女小心呵护 陪伴着女婴练习走路 看起来就像一家三口 相当甜蜜 公园散步走累了 只见男子一手报应 另一手也没闲着 甜蜜的牵着女子 但仔细看这名男子 就是已婚的 卫福部执行长王碧胜 多次带着母女党出游 甚至还趁着工作空档 当起时间管理大师 外送爱的甜点到女方家中 王碧胜经传 从2016年起 婚外请多年 对象还是一名 小他15岁的护理师 而女方出国旅游 打卡扑罩 时间地点也总跟王碧胜 出差行程不谋而合 女方疑似更替他 生下一女 最怕的事情 就是晚上接到 专人祥还有多一斤的电话 那通常都是没有什么好事 屡次寿命前往新冠肺炎 重大群聚感染区 坐镇指挥 并顺利化解危机 抗疫救援王碧胜 这下传出不伦丑闻 电话可能真的要接不完 周刊踢爆王碧胜 疑似外遇 但重点是周刊跟拍的时候 发现他是趁着 两点钟的防疫记者会期间 直奔红粉知己的住家 而且赶在记者会结束的时候 回到了疾管署 被称为是时间管理大师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施诚哥 我们民众每天都紧盯着 防疫记者会 但是王碧胜 他却没有人在疾管署内 难道是疫情趋缓 防疫的官员 也开始松懈了吗 这跟防疫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他是他个人干的事情 我们讲时间管理大师 如果我们打疫苗 有这样的时间管理 我们现在2300万人 可能恐怕全部打完了 对不对 你时间管理大师 是搞个人的 搞个人这些 然后人家问到他说 人家被人家拍到干嘛 他说 基本上没有这些事 你们这样讲 我很压抑 这都是没有的事 我没有办法再回答了 他说这个事 他跟前男友生的小孩 你这么照顾这个女生 然后照顾这个家庭 问题你结过婚的 对不起 志强借我用一下 如果志强被拍到这种画面 他老婆可能拿那个 我的关刀 烤头就剁下去了 你照顾可以 有这样照顾的吗 防疫记者会之前 先跑到板桥 跟他相处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再出来 然后前程师兄回答 哎呀 这个是私领域的 公领域 这个怎么样就好 对不起 不行 因为他负责是 他执行长 负责是全国的防疫 为什么 你就必须诚实以对 我就怕你这样的人 万一你也可以说谎的话 那你什么事不会说谎 对不对 我就怕你乱七八糟说 这种事情 你真的有讲实话吗 显然是没有 因为不符合常理 对不对 完全不符常理 然后说 哎呀 这个事情 哎呀 这个这个 他跟他前男友 哎呀 我不能再回答下去了 我跟你讲 我完全不信 王毕圣 最近我们之前还在说 因为陈时中走下神坛之后 民进党新造了一个神 就是拆弹庄家王毕圣 所以他在陶医啊 苗栗电子厂啊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这个北农市场 好像他是 这个这个稳坐第一把交椅 非常迅速的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走上神坛的王毕圣 这下子哇 掉下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民进党也没办法怎么处理啊 反正 反正这个事情啊 吵一吵就过去了 但是不能过去 王毕圣 如果你说谎的话 请你下台 为什么 不是只有你能防疫 我们不需要一个会说谎的人 带着我们防疫 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所所谓的 所说的防疫的事情都是真的 你如果干了什么事情 你就对不起 就请你走人 没有什么公领域 私领域这件事情好吗 你说谎 他就是公领域 你说这个 这个他是跟前男友怎么样干嘛 我不信啊 今天如果换一个蓝颖的 你说那是 那是跟前男友然后跟他牵手 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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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才有鬼 所以你没有说实话 我都怀疑你 很多事情你都没有说实话 包括公领域的在内 好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